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台仰,还有澳洲的震悲师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节目之前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今节就讲一讲 菲律宾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菲律宾的外长 这位名字叫做特奥多罗洁铁 这位外长就在推特上写了几个字 然后就被美国的媒体围攻了 因什么事他这么惹火呢? 我发现这位外长洛洁铁 他都很喜欢玩推特的 哇,他的推特多到一天他发六、七条推文的 他才安乐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去了福建 去跟王毅外长有些事情谈 但是他也是不停地出帖的 这个人是很有趣的 他什么都说一大冷餐的 什么都评论一下 都是挺有趣的 看他的那个帖号 他就较早前 在纽约就发生了那些不愉快的事件 就是有菲律宾的 菲律宾裔的人就在纽约被人集击 对此这位外长洛洁就说 解决种族主义的问题 就是一个办法 只有警力和军力的 对于种族主义者 他们只能理解什么叫武力 意思就是放手去跟他们反击 跟他们打过 他攻击你 你打回他 还手就对了 他就这样说 好了 他就是说了这么小的东西 哇 你就被人叭叉到闻 在美国的媒体上 有一篇文章 就这样说他的 哇 这位菲律宾外长 洛洁 说得这么激进 其实呢 他就跟他老板一旦旦的 他老板杜特尔特 大家都知道 扼明朝章 对于菲律宾的福利 社会问题 一向以来都无事不得止 还经常利用他这个 大家都很清楚了 自从杜特尔特上台之后 他就是铁碗手段 去对付毒品的问题 还有 胡椒粉 是的 胡椒粉的问题 还有一个 现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 有大部分的人都在海外工作 那么多人在海外工作 但是他国内的福利 就完全无事的 每年都是靠这些 海外的菲律宾类的劳工 在供养这个国家 而海外的劳工 是天国的国民都十分之一 所以你看到 这个 他们的老板 他们的政府 根本对国界民身 都不并不是 太过关心 而且另外 他也说到 菲律宾家庭 一般 怎么都会有一两个美国亲戚的 正常 这个就是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百多年前 菲律宾也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 在近几个月 纽约市也发起 也发生了 有两件 针对菲律宾类集击的事件 一名61岁的菲律宾类的美国人 就在地铁上 就被人踢了他一下 抢他的手袋 然后就被人用一些武器 襲击了 另一件最近就发生的 菲律宾类的亚裔人士 也是被人襲击 这两件事在菲律宾国内 就被广泛报道 很多人都很关注 而政府也都非常关注这件事 菲律宾的官方公布 就要求菲律宾人 就尽量保持谨慎 尤其是在现在的反亚裔仇困 不断增加底下 就确保自己的人生安全 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一位 很老友的议员 就叫做肺雷多 在当地的一家报纸就这么说 美国当局应对这些种族危机的仇恨犯罪 都是采取的措施都没有什么效 另外也有一名 这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一名 经常被批评的人就说到 他的政府对美国反亚裔的暴力 反应非常之虚异 他们说这个政府对国内侵犯人权的历史 从来都是由来已久的 他引述这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反对人士 所说的说话 这件事就扯到菲律宾政府过去的禁毒运动下 就搞到很多人因为胡椒粉问题被毛利驱压 甚至乎是无端端身亡的 过去的联合国也都说到了 自从他新总统上台之后 就是这位杜特尔特上台之后 2016年上台 展开这个禁胡椒粉运动 已经有多达8000多人了 因为这样而没了一条命 非常之血腥 意思就是 你们菲律宾 无视自己国内的暴力问题 反而就对美国最近发生 只不过两宗有关菲律宾人的暴力事件 你们就是这样说三道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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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宾市 是 是 是 人 材 是 總統的壞事來講 菲律賓總統下 做一些事情涉及到 虐待一些的疑犯 甚至乎 講笑講一些黃色笑話 更壞的就是 這個總統曾經講過一些 反猶太的言論 還有這個外交部長 諾欽也都講過類似的話 所以你說這些人 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美國 這是什麼意思 另外他引述一位 在馬尼拉菲律賓理工大學的政治學家 叫做李查德的人 諾欽外長 對於最近紐約襲擊事件的回應 可以看到這個政府 喜歡隨口說博同情 他們是這樣的態度 然後他就講到 諾欽對美國種族主義的憤慨 在戰略上就有所謂的政治意義 因為在國外的勞工 大部分的菲律賓人 都是對這個總統選票的重要票倉 我自己認識都有一些菲律賓人 在外國工作的 一般都事實上 真的很支持目前這個總統 尤其是他鐵碗管治這個胡椒粉問題 你說有沒有殺錯良民呢 我相信怎麼都有一些 一定有 是吧 是 但是他的政策 是得到他國民的認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真是吹他不仗 是吧 我認識很多菲律賓人在這裡 他很支持這個杜特爾特的 他說做得好 這個總統做到死為止 連續連任 這樣喔 這位李查德 這位是政治學家 跟著他都出過一本書 關於他這位總統的事跡 這個杜特爾特對西方 一向的態度是普遍反感的 搞到連他們的副手 他底下的馬仔 都是有這樣的態度 最近這位樂音外長 在網上有一段視頻經常傳 而那段視頻就講到 關於一個昂山素姬 並不是被軍政府累死的 事實上就是西方社會 從一個民主女神的神壇上面 扯他下來的 他是被西方的政要累死的 這位就是樂音先生 這個論點我們都做過一節 其實這個都幾對 真心你說 是啊 當時在那段視頻就講到 這個昂山素姬 就要和這個軍政府合作 還有要警惕外國對外國勢力 這樣的意思 這一段其實在西方社會 也都令到很多人很不滿的 明明就是西方傳媒一般覺得 明明就是你這個昂山素姬 逼那些羅興亞人 逼死他們 你這個人竟然加把嘴 還罵回頭 覺得就好 這個外長樂音 可能這位外長和他老闆 杜特爾特總統 大家的立場都是相似的 在這方面 他在海外的菲律賓社區的聲望 也是不錯的 另有一件事就是 菲律賓現在竟然在考慮 還要不要維持這個和美國的一條 軍事條約 杜特爾特曾經在這條條約上面 威脅他要終止他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地緣政治的考量下 樂音說的話 就變得就是 有一種政治考量在背後 我自己看 菲律賓和美國的軍事條約 要不要取消 事實上 菲律賓過往 也對美國是很不滿的 以前就有個海軍基地 在蘇碧灣 後來就沒有了 但是那個 大家的軍事合作條約 都還在 而這位 杜特爾特這位總統 他雖然把嘴 就很想取消這條條約 但是有這條條約在這裏 那個牙力又好些 就是他可以和其他國家 在政治上的 所謂的牙力就會更加 更加易講些 尤其是中國最近 中國最近 涉及到一些雨船 停泊在菲律賓外海 那個地方就叫做牛鴨礁 英文就是Woodson Rift 這方面 目前這位外長 也在福建和王毅 也都反映過的 究竟要不要洗走這些船 或者問什麼時候才會洗走這些船 同時 較早前 已經派過一些戰鬥機過去 偵察機 偵察機 偵察機尋視過那一帶 以及警告他們 快點離開 我相信這件事 它是和中國的外長王毅 都可以拆得到的 但是呢 在菲律賓國內 菲律賓政府 也都曾經搬過這條條約出來 就警告一下 我相信這個是可以拆得到的 但是如果 我相信菲律賓是不會拆這條條約的 這條條約它和美國的合作 事實上是對他們來說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籌碼在手 但是他們的政府 目前你可以看到 無論是杜特爾特 和這位外長樂欽 對這個西方社會 就很不友善 而目前呢 是美國的媒體 也是過去的日子 也經常都向他們 猛烈開火的 可以看到 其實菲律賓本身又要這條條約在手 但是有時候又在國內 就經常說不想要 另一種的聲音就是 菲律賓又不是真的 太想和中國那麼親近的 因為在國內來講 菲律賓總統也都被人批評過 就是他太親中了 那在這種關係下 你會看到菲律賓的立場是很微妙的 他有時候又要美國幫忙 但是又不想和美國站得那麼近 有時候又要和中國拿點好處 但是又不想完全親中 舔兩邊 經常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沒錯 這樣舔兩邊 就維持他們的 目前現在這種的 執政的權力 可以這麼說 舔兩邊 是啊 我相信 今次美媒這樣 大家有興趣 這位外長洛欽 他在Twitter上 就發了很多條貼 馬鈔回頭 有興趣的網友 你也可以共上去看一看 因為他講話都挺好笑的 還有他很喜歡和人聊天的 在上面 我想他平時都挺有空的 一會兒就按著那個電話 按Twitter這個人 好了 我們這節就講到這裡為止了 我們下次回來再和大家講其他話題 拜拜